喂 饭哥 今天想麻烦你一下 我听宝珠说了 你那个下午有事 我就是上午现在去看 这个车我已经看了好多次了 就是价格搞不下来 今天呢 我就是心里边打算就是 他原来说的那个价格 实在不行的话 就拿这个价格就拿了 你要是去了跟我一块就是 我虽然是新车 毕竟它实价什么 你帮我大概看一看 在十二路你知道吗 就在那个七配城呢 有一个宝骏的4S店 宝骏 对 宝骏的4S店 你是这样 你先去 我这会儿呢就是开始坐车嘛 我开始坐车从我这边走 呀 反正得一个多小时呢 你就根据你的时间你看着去就行 咱们就在那个路边 就是它 咱就是咱新区往那边走的那个路边嘛 就一直走呢 它路边有一个调 它里边还有一个调 然后咱是先在路边 大家好 我今天呢准备再去看一下宝静的车 估计今天弄好 今天就买了 因为西安我也跑了 宝鸡也联系了很久了 价格就是下不来 说是淡季了 车不好卖 能便宜呀 根本当你买的时候它就不是那回事 西安的本来是价格都谈的可以了 准备要去的时候 它又给你鞭挂了 行了 现在出发吧 准备走了 我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武林汽车 我已经到了这个门口了 今天我叫了一个人 一块儿帮我看一下 一块儿帮我看一下 来人 你好 你又过来了 我又来了 我那个 还有一个人呢 还有一个人呢 等一下 我给他打不上 战哥 你都是老司机了吗 怎么找的路都找不着 我打不上十二路 你过十二路了 来 跟着我走啊 我说你怎么还越老越帅了呢 我看的是这个车 我看的是这个 你看你帮我看看车 然后咱再跟美女谈价格 十个 六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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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座的话就是河南一座 业务员把价格谈一下 合适的话 今天就把车买了 指导件是七万四天半 我知道 这都知道 因为我也去西安也跑了 跑了几趟 后来因为啥 价格差不多少的话 在保机买了后期保养啊 什么比较方便嘛 说是现在疫情期 可是买车的人也还不少 就准备办手去踢车了啊 价格就不说了啊 因为咱们平台上也不让说价格 我也不打算说价格了 现在是中午的饭点 现在4S店正在给我弄 办一些手续 我把车款已经交过了 准备挂牌什么都让他们办了 我的车 他们给洗了一下 现在让我自己来检查一下 这是一辆 这车一般没问题吧丫头 一般都没问题 只要看车期没啥问题的话 整车都有质保 是吧 那就行 关键我 我关键就说别把阿姨给扔到路上 就麻烦了 扔不可能 但是你出去的话 第一件是说加油了 加油啊 对 这个里边的油都是厂家 买惯了一点点 我的车准备就要到这 要给它全面的再一检测 完好的就交到我的手里 就可以开票了 正规的厂家的S店就是不一样 Hello 我的车 这是我的车吧 就是 这是我的 这就是我的 因为他们的车库是露天车库 所以这个车呢 他必须先洗一下 洗完之后 开过来再整体给你检测一下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个就是咱们买的型号是360 这个就是车的车架号 也就是咱们的那个 相当于人的收费号一样 宝鸡开楼 商贸 然后五行公司 是高新十二路 这个是咱们邮编 这个是咱们售购电话 比如说你把车卖了 买了你感觉哪 就是有点小问题或者什么 想咨询就可以拿这个8807256 下午能不能搬上库 还不一定 如果今天搬不上的话 就明天了 就直接放库 直接挂牌就得了 我给你把不良手册 装到这里面 然后还有不良效 你到时候把这个随身携带就行了 把每个手册 就是这些东西 这些都得带上 你贴膜的时候 贴膜 包完后就可以贴膜 但是今天努力贴不了 看你哪天有时间 行